到西方取经的发现 历经磨难后 来到了那结果 也就是当今阿富汗的 甲拉拉巴的地区 当地人都说 在一个偏僻的大山深处 存在一个幽暗的石窟 进到里面的人 可以看到佛祖的影子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发现如获至宝 决心要到石窟里 一睹佛祖的荣光 这座神秘的石窟 处于一个路途偏远的地方 条件十分恶劣 令人望而却步 尽管石窟偏离西方取经的 道路很远 但对于无比虔诚的发现来说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一个可能连接 他与佛祖智慧的纽带 使他非去不可的 于是 发现踏上了艰辛的徒步之旅 穿越了崇山峻岭 征服了种种自然险阻 心怀虔诚 一个人来到了石窟中 在幽暗的石窟内 弥漫着一种神圣的氛围 仿佛时间在这里也停止了 宛如置身于一个 超越尘世的神圣领域 发现的内心 瞬间完全被 虔诚的信仰所笼罩 一开始 他并没有发现 佛祖的荣光 他仔细四处打量 寻找着那个 传说中的神圣影子 随后 他情不自禁地 双膝跪地 双手合十 闭上眼睛 向着前方微微鞠躬 心中虔诚的诵念 刹那间 如同佛陀真容的影像 开始显现出来 在法显的面前 一声灰 佛陀的形象 距离法显是如此之近 好像他真的就在那里 而不再是 典籍中虚无缥缈的存在 而是实实在在地 呈现在眼前 或许 这一切只是光影的幻觉 但在这神秘的瞬间 法显深信 佛陀已经切切实实 来到了他身边 这团金色的光芒 让法显感受到了一种 无法言喻的心灵震撼 超越了尘世的种种幻觉 最终在他的内心深处 生根发芽 成为他接下来漫长旅途的 心灵明灯 引导他不畏艰险 坚定前行 直到取得真经归来